东北之恨,日方照片当中的关东军,与九一八事变首发高清祖徒。 一到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,田中内阁祖阁流领纪念左起望月归界,三土中造,钢田起界,中桥的五郎,高桥世青,田中一一,鸠山一郎,小川平吉,山本替二郎,白川一泽,陵墓喜三郎,原家道,日本近代史研究会编,近代百年史画报第十二集, 国际文化情报社,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版,第八百九十三届,日军新华图治,张宪文主编。 二到一千九百一十九年四月十二日,日本政府废止了关东都督府官制,实行关东清官制,将都督府民政部改为关东清,图为涉在旅顺的日本关东清。 东京朝日新闻,东京朝日新闻特别附录新满洲国药了,东京朝日新闻社招合,七年一九三二五月十五日发行,第二十五页,日军侵华图治,张宪文主编。 三,日本在府顺设立的矿坑事务所,沈伟一等主编,九一八事变图片集,原书吴野马,日军新华图治,张宪文主编。 四,日本大力扶持张作林为首的奉系军阀,以巩固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,图为张作林与日方代表,新华社解放军分社,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,香港文汇报社。